今天我们主要是讲正手区的前场的技术 几个点位 一个点位是从我的前场打到对方的前场 通常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有几个技术 一个是挡网的技术 对吧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叫做戳球的技术 戳球里面有分两种 一种是收措 一种是展措 今天我们都会分享给大家 放网的技术 这样我先做一个示范 OK 这个就是放网的技术 就是前场最基本基本的基本功 就比如说对方打一个前场球 我想回到对方的前场 对方掉一个球 我想轻轻的打回对方的前场 这种就叫放网的技术 你们在放网的时候 会不会经常感觉那个球控制不住 球总是往上跑 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大多数同学放网是这样放的 是这样去放的 好的放网 是这样放的 区别在哪个地方 区别在你的手腕 手腕一定要稳定 就大多数同学想着放网很轻 对吧 这个技术很轻 那我的手腕就应该要轻一点 柔一点这样 这样反而会导致你放网的时候 球很不稳定 正确的方式 给大家讲一下 握好球拍 就是我们的高远球握拍 但是调整一个点位 握好球拍以后 把大拇指的位置挪上来 按在这个宽面上 食指和大拇指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这样你的食指大拇指就会相互较劲 相互较劲你的这个地方就能够比较稳定 你的拍面就能够 球拍就会比较稳定 如果你的大拇指在这个下面 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杀球握拍 大拇指还会往下走一点 那你这个做动作的时候 手腕就会松 看到吧 手腕就会松 你的那个拍面 晃来晃去的 放网就会很 不太稳定 就容易高 那么我们把大拇指放过来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小臂和球拍打成一个L型 看到这样是个L型吧 对吧 然后这样放下来 横着去放 尽量是横着去放的一个球 这样去放 好吧 不要这样竖着去放 竖着去放 你的球永远是往上走的 那么很容易高 但是横着去放 你是平着出去的 你只需要稍稍调整一点点角度 什么角度 大家记住一个非常关键的词 叫做三点一线 击球点 球头和网带 比如说这样 击球点 球头和网带 形成三点一线 沿着这条线去放 如果我的位置低 那我就把拍面往上扬一点 如果我的位置高 我的击球点就高一点 沿着这条线去放 对吧 你们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 对吧 击球点 球头和对面的网带 三点一线 然后往前去推送 对吧 这样打过去的球 基本上就是贴着网子过去了 对吧 就能够很轻松的 打出我们这种高质量的放网球来 我刚刚演示的这个放网 在专业队 在国家队 我们把它为称 通常称作为轻技术 就是这个技术会很轻很柔 对吧 放网的时候 用不用力 所有的机球 在机球的那一瞬间 都要用力 只是用力的多少而已 这个用力是指的什么用力 手指发力 第一个 放网 在机球那一瞬间 我的手指必须要有一个 轻柔的挤的动作 轻柔挤压 手指挤压发力 应该大家都听过 对吧 这一下 必须要有这一下 不然的话 你的球就控制不下来 如果你一点力都不用 我就一点力都不要 这个就是我就一点力都不用 发现没有 我控制不住这个球 总是会下我 对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打得过去 为什么它打不过去 但是如果我加一点点力 加一点手指的力 对吧 就放网了感觉 OK 所以说大家记住 前场轻技术虽然很轻 但是它还是要发力 还是要发力 只是发的很小 发的很集中 因为只有手指 才在那么细小的 这个部分的时候 可以完成这个发力的动作 如果你去用尖 这样去发力 那你就控制不住这个球 有些用肘 你也控制不住 只有用手指 你才能够体会到 那个球的重量 你只有体会到 那个球的重量以后 你的手指才能够控制它 OK 这个是我们前场的放网 第一个 交给大家的技术 放网的技术 也是我们最简单的 一个技术 好 好 好